怎么了 没睡醒 刚睡醒 他们走了 贺尘在楼下 很快 天色近黄昏 贺尘还没走 跟商玉去了茶室喝茶 黎笑漫无目的地在草坪四处闲逛 二哥黎燕的电话依旧打不通 又给南新打了过去 宝贝 你找我呀 听说你们的订单出了问题 嗯 确实有几批订单被退货了 老大派人去打听过 据说被别人截胡了 损失很大 具体损失还没公算出来 谁接的 不清楚 那几个都是境外长期合作方 退货的理由也很奇葩 说我们价格太高 除非让利十个点 否则就不打算再拿货了 尾款也要赖账 把退货的名单发我一份 宝贝 你这是 好奇 嗯 那我一会发你 我二哥最近在边境 在呢 说是来散散心 这会儿好像出去写生了 等他回来 让他给我回电话 第二天 黎孝虽然不用去科研所上班 但也没赖床 不到八点半就开车出了门 这个时间 商誉还没去公司 老大 帕马那边传来消息 长老唐和肖夫人暗中接触过 顶紧 是 我已经和魏昂联系过了 家主的意思是静观其变 既然长老唐这么闲 给他们旗下的药厂添拔火 再把长老唐手里的股份 尽快稀释掉 我这就去办 与此同时 边境 工厂办公室 你确定是在法里昂地区 你们的系统是不是不行啊 二少 要不 您自己来 算了 老三说过 你们的信息网囊括天下万物 我相信你 男性也不知道 他到底要干嘛 突然跑来边境 偷偷摸摸地 让他帮忙用系统找人 还不让告诉老大和李翘 搞得挺神秘 跟做贼似的 你怎么不找翘翘 如果让他帮忙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人 人就是他给我弄霉的 这事儿 你切记帮我保密 事成之后 我单独感谢你 你觉得瞒得住 哎呀 怎么瞒不住啊 你不说 我不说 谁能知道 就当是咱们的小秘密 花为路 门口的木门 被人踹了一脚 什么秘密 你问二少吧 既然是秘密 能随便说吗 几分钟后 男性拿着手机 离开了办公室 我看你